大家好 很高興有機會來介紹全國首創 道校陪伴專案教師方案 桃園市自109年開始試辦數學科的專案教師入校陪伴 自今年已經進入了第四年 到目前我們有六位的專案教師 包括兩位的專任專案教師 四位的國文科兼人專案教師 透過領選學友專長的教學策略的老師跟服務熱誠 能夠到校陪伴 希望能夠精進教師的專業 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當您提出申請媒合成功之後 我們專案教師就會開著車 親自將專業和服務宅配到校 我們會以與老師們共同備課的主要任務 以及直接入班示範課的方式 來協助老師專業成長 數學科主要是帶領老師們 簡報、講義 並且融入AI的輔助工具 讓老師們備課更輕鬆 學生的學習也更有成效 國文科入校陪伴的方式 由申請學校自行決定方向 例如文英文教學、讀寫結合 課程融入數位學習 也協助學校進行會考的分析與診斷 從陪伴教師、課前共備、課堂共創 期待能夠提供一個課後再延伸的教學實踐 透過這樣長期的陪伴共貝 我開始相信學生能夠改變 老師也能夠改變 我們從原本三人的迷你社群 到現在至少有八位老師來參加 來自自優班、資源班 及普通班的同仁 以此為契機開啟了專業對話 參加共備的這四年成長很多 從只會用黑板照著課本立體教 到現在能看見單元背後的核心概念與課程架構 並且搭配智慧教室的運用 無論是在課堂上引導與提問方式、教材設計 或者數位工具的使用 老師都手把手陪我們一起成長 最大的收穫是發現學生上課的眼神都不一樣了 我要說說我們的佩宇老師 非常感謝他無私的奉獻自己所有智慧結晶 大家看看這是屬於我們瑞品國中的palette 從我們上學期到現在 七年級跟八年級 根據我們的版本的每一課 都有相當豐富的教學資源 還有甚至他自己以前設計的學習單 教案甚至是拿上課使用的PPT 還有符合我們現在教學教法趨勢的最新的AI工具 我們從他身上學到了真的好多好多 不管是資源、態度還是那一份用心 入校陪伴帶來夥伴對話的機會 燒腦又快樂的共備成為教學日常 謝謝玉琳老師陪伴我們從走入文本到走出文本 原來閱讀可以從平面變為立體 超級神奇 因為這樣的體驗 所以我也抱著回饋與學習的心態 加入了入校陪伴教室的行列 改變需要勇氣與契機 希望我的加入可以帶來一份溫暖的力量 陪伴渴望改變的大家 看了以上的說明您心動了嗎? 歡迎申請專案教師的入校陪伴的計畫 更期待有教學熱情的您加入專案教師的行列 有付出、有收穫 教學路上不孤單 有興趣的話請參閱我們影片下方的申請說明喔 這是一個充滿挑戰 讓你的專業迅速成長的工作 歡迎對教學專業熱情的你加入我們